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电流表 好把它拆开了 这是它的外壳 内部是有两个三位的数码管 一个单片机 一个M5333 3.3V纹压块 两个电位器 二级管防反接的电阻 还有一个 运放和两个插头组成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引线作用 这根细的红引线是供电线 它的最高电压是30V 因为超过30V以后 这个运放包括这个M5334V 芯片都不能够承受 也就是说在30V以下供电是可以的 最好选用12V 黑线是接地线 与这个黑线是连通的 这个黄线就是电压取样线 接到我们所需测量的电压上 这个表是100V的 那么它接在100V以下的电压上 都是可以的 这根红线是辅载的D 这根黑线是电源D 如果单独测外部电源 可以把这个黑线接在外部电源的负极 红线接在辅载的负极 外部的正极供电 直接接辅载的正极供电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测量电流了 同时通过黄线也能够测量电压 好 我给它接上了供电 我们把负载的正极接到我们这个电源的正极 然后我们把这个负载的负极接电流表的红线上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流变化 好 接上负载以后就有电流流过了 它的电流是0.42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 这根红线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供电线 通过这个时候的保险电阻接到这端 接到我们这个防反接的二极管上 这个防反接二极管负极输出的电压 加到5333二角上进行供电 它的一角是接地 它的三角输出3.3伏电压 经这两个电容并联滤波以后 这两个电容是并联的 这一端是接地的 这个供电给单片机的一角供电 这根黄线就是电压测量的引线 这个黄线接在了这个电压取样的电阻上 电压取样电阻这端经线流以后 接在了我们这个电位器上 这个电位器调节以后呢 就可以效准我们输入的电压 也就是能够效准它的读数 经这个电位器分压以后 接在了这个电阻上 这个电阻 下面这个电阻是分压 一端是接地 一端是接这个电位器的 这个电阻是再次线流以后 接在了我们这个单片机的ADC引脚上 ADC引脚实时检测 这个电阻上送来的电压 跟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把这个电压信号变成数字信号 一般10位的ADC电路就能够把输入的电压 模拟信号变成0到1024之间的任意数字 再把得到的数字除以一定的值 就得到了我们输出的电压值 通过单片机的引脚来驱动数码管 显示相应的值 它的电流是通过检测 电流流过康通斯两端的压降 经运放放大以后 它只用了这边的567引脚进行放大 放大以后经线流电阻线流 同样是经这个电位器校准以后 加到了单片机的ADC引脚 因为运放的放大倍数可控 再通过这个电位器来校准它的输入值 再加到我们的单片机 同样是与电压一样来检测它的电压大小 然后通过ADC转换成数字 再把这个数字与相应的值进行相处以后 显示在数码管上 从而达到了检测电流的目的 如果这个表坏了 也是可以维修的 虽然它价格不高 如果它没有显示 我们要检测一下这个3.3V的 稳压芯片是否损坏 如果有3.3V输出 如果没有电流显示 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个电流的这几个线流电阻 包括这个运放是否损坏 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 如果电流显示正常 没有电压显示 我们就可以查这几个输入的电阻 包括这个电压取样的电位器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